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2年8月11日 赫尔辛基战胜马里博尔无难度 周四深夜 欧洲联赛第三圈次回合展开争夺 赫尔辛基将主场迎战马里博尔 从首回合战果来看 赫尔辛基以二球取胜顺利强的晋级先机 这也反映出双方实力的差距 此番在战手下败将马里博尔 赫尔辛基双杀晋级不成问题 虽然赫尔辛基在欧关联第三圈止步 但他们并没有就此气馁 在接下来的三战各项赛事当中 赫尔辛基取得二胜一合的良好战绩 其中包括在欧洲联赛第三圈守回合凭借 大卫布鲁尼和毕拉杜洛玉各建一弓 最终以2比0击败马里博尔 球队顺利抢的晋级先机 这样一来 赫尔辛基不仅目前手握二球领先优势 而且从首回合的赛果来看 他们的实力明显在马里博尔之上 这对于球队来说相当有利 闯入到欧洲联赛第四圈似乎问题不大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分超班霸 赫尔辛基成为欧战常客 但他们一直在欧战赛场上未有太多的突破 例如上届欧洲联赛就在第四圈出局 这对于球队来说志在卷土重来 此番面对手下败将马里博尔 赫尔辛基取胜在望 在双线作战的影响之下 马里博尔目前身陷低迷期 他们不仅以二球的烈士败给赫尔辛基 从而输掉欧洲联赛第三圈首回合 而且目前还惨遭各项赛事四连败 其中近二仗各项赛事的得失球比位0比4 如此低迷状态 球队表现难尽厚望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马里博尔是斯洛文尼亚的班霸 曾经16次夺得国内冠军 同时也是为数不多能够代表斯洛文尼亚 参加欧关联合欧洲联赛的球会 但在欧战赛场上 马里博尔实属平庸之失 而如今他们目前以二球落后 此番在战实力更强的赫尔辛基 马里博尔确实不宜高估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您的频道